刚刚没有找到有一位慈祭的师姐 跟一位民众在那讲这个事情 结果这些李明就说他们没有邀请李明 然后那个师姐就走了 我手机还没有拿出来 所以没有录到这一幕 很久没有到时一游了 我们大家来这里开同乐会 我们看到那边有一个师兄 拿着慈祭信众 拿着慈祭信众的这个 抗议持继莫视李明权利 反对持继变更保护区 要求法定公展说明会 我们现在正式宜来大门口 稍微晒一下太阳更有热情 我们车梯盘来先给我们做证明 洞计给我们做证明 不用人 没有人知道 你不可以說他不開啦 你的靠電話就跟你說他不開啦 對,你聽說他不開啦 對,你聽說他不開啦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了 拜三靠電話跟我們說 拜時暗時收到公文 這禮拜要開這個說明 我靠近一百個我們的利民 大家都說我這麼近我要做 大家都跟我買啦 我們都來不及了啊 開會有這樣開嗎 開會啊 這是什麼政府 對啊 我們控制主席 倡議持續啊 我們首先請理長來跟我們說明 我們郭理長 郭理長 各位鄉親 我剛才我們理長有跟我們說明 我們收到的公文就比較多 包括我們在白國住拜三 這禮拜三也在這裡 我們禮拜三才收到這樣的公文 所以有時候要跟我們理長來公告 讓大家知道是說時間很便 知道不及啦 很便的情形 我們公告也一直給我們 對啊 因為 我們公告當然我們現在沒有收到 我們也會受到譴責 人也來跟我們說 你如果不讓我們知道 其實不是說不讓你知道 時間很便 對啊 時間特別包括這兩天 拜三就收到公文了 我們 禮拜四禮拜五這兩天 我們 還在上班的時間裡面 我們一直跟持續這邊來溝通 需要說他這個會能夠緩一緩 希望能夠緩一緩 給大家多一點時間來準備這樣一個會 大家 很想要了解 不是說沒了解 所以我們一之前一直在服務 一直在拜託 一直在請求 他們來對我們做召開一些說明會 包括對我們來說明他們整個延期將來的規劃 狀況 但是一直都沒有得到回應 但是現在 回應之後呢 動作又很快 有時候真的讓我們也湊手不及 包括晉晨剛 一直離開雲 實際的高層 包括他們主導的這些人員 在溝通說 是不是能夠緩一緩 但是到最後的決定 他們的決定 不是我們的決定 他們的決定還是說 都要如期來召開 如期召開 當然我們這邊 我們也是要來了解一下說 召開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 昨天包括昨天晚上 我們也跟他們 在做最後的一個溝通 希望說 很好的一個說明會 我們希望說 大家 所有的居民 能夠來參與 來了解 他們的延期的規劃 將來對我們 整個秀福里 大福里 的情況 會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好處 或說會影響到什麼一個程度 我們大家來共同關心 來檢討 來了解 那不是說 你很急迫的來開這樣一個會 當然會免不了 我們理事黨這邊 包括我們 聯盟這邊會有一個質疑就是說 為什麼會那麼急迫 是不是有時間上的壓力 一定要提供給 某一些單位的一個說明會的狀況 然後是不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他這麼急迫的 這麼倉促的來決定 我昨天這兩天 我們一直提出來 跟他們溝通說 你不要讓人家質疑這樣 但是實在講 你如果說真的這麼急迫的情況下 絕對大家會質疑 大家絕對會質疑 包括不免我們這邊 所有的居民質疑 包括我跟縣理長一樣的質疑 所以我們也跟質疑告人講說 是不是這個部分可以吧 但是沒有辦法好 沒有辦法好 我們有提防說 一個好好的說明會 也希望說大家一個公開的一個說明會 能夠辦得 讓大家都能夠覺得 取得一個平衡點 一個共識 當然是最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大家可以透過幾次的說明會 甚至一次兩次都沒有關係 甚至三次都可以 大家來溝通 來檢討 然後檢討到最後 如果說大家能夠取得共識 當然最好 不能取得共識 再修正再修正 或者說在怎麼樣一個情況下 大家可以接受 大家共同來檢討 但是不是 我覺得這樣一個會 剛剛我的檢討也跟您說 有檢討有開 好像他沒開 比較好 大家不用在那邊浪費時間 沒有達到一些效果 你應該知道的也沒有很多人知道 少部分幾個人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幫你們做宣傳 是你要來說明 不是我們去宣傳 在這個情況下 我是覺得 今天這樣一個會 當然實際這邊 他們也有說他們該檢討 他們要檢討 那檢討的部分 當然是他們自己那部去檢討 那我們這邊 當然我們站的立場就是說 希望能夠取得大家的一個共識 之後不能再來做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想時間已經十五年過去 將來再幾 我想這個時間 大家都可以再等 其實大家可以再來討論 來檢討 不要急著說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能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立場 我感謝立場的立場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能夠討論到一定的程度 再來送審 再來開發這樣一個區域 我想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大家過這樣一個時間來 我想我們先表達你們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 讓我們實際這邊的高層知道說 我們需要的是 很透明很公開的 讓大家都知道 大家來參與這樣一個說明位 不是說少部分 當然他們現在的想法是說 來多少 我們說明多少 一次兩次三次 他們都不耐其反 要來做桌子 但是我是想 覺得說這樣沒有什麼效 這樣沒有什麼效 我們要的是大家的 其實廣義在會場中 大家有一件提出來 然後當然你們可以 現場回答的你就回答 不能回答 下一次 再來辦一次 下一次 來回答給 對當初的立案狀況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 改善到什麼狀況 我想這個部分是 漸進式的 每一次的 來招開示 對這個案子是 才有幫助 如果說沒有的話 只你們單方面講 然後我們提出來的 沒有收到回應 那我想這個也不是 大家所要的 所以在這樣幾個情況下 我想我們會 繼續把我們的聲音 還應給他們 實際的高層 了解這樣一個狀況 好不好 實際沒有尊重李民 他沒有尊重李民 記者朋友 來幫我們支持 關心 等下 把我們的聲聲 劃給他們聽一下 好